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期二出來開記者會 說完壽終正寢後 以前很會約 到處去 他的公開活動 例如去展彩 支持 朱利嘉賓等很久沒去過 上一次的公開活動 在6月11日 12日就打起來了 出席新界社團聯會 慶祝國慶酒會 這麼早的 最近 陳蜜 在完全沒有通知傳媒的情況下 去了哪裡呢 去了南丫島 去了南丫島 為一個 尼島區社區重點項目 南丫島北段公共圖書館及南丫島歷史文物室 做一個開幕禮 切笑豬 新聞處沒有通知傳媒採訪 發了一個稿 發了一張照片 新聞稿只是引述劉剛華 這個民政事務局局長 致辭 新建的南丫島歷史文物室 發揮鄰近榮樹灣碼頭的優勢 讓市民和旅客一搭足榮樹灣 就可以參觀了 引述了她的講話 林鄭的講話 有沒有講話呢 都沒有引述 哈哈 我覺得很可笑 很可笑就在於 為什麼這麼鬼損 去這個離島 開幕 出現一個公眾場合 以往會大挪大鼓通知傳媒採訪 又或者需要有話說 在那裡發佈之後 就希望傳媒可以報導 這次是鬼鬼殊處 完全沒有通知傳媒 而且 香港有這麼多事發生 你如何處理 跟著後續如何 你也要去交代 完全沒有說 大家還記得 新界社團聯會 即6月11日出席的酒會 我記得 義氣風發得很重要 義氣風發到一個點 真是如目春風 一說起中央領導人對他的支持 對他的理解 真是嘴角都含春 開心到不得了 笑容燦爛 跟他最近幾次出席活動的時候 面如死灰 那種情況 有強烈的對比 北船總 6月11日出席完之後 那時已經有 6月9日100萬人上街 他都覺得 100萬人遮掩 算什麼 到6月12日 大衝突後 警方發出150個催淚彈 於是他就歸隱 宣佈如期立法 然後 什麼事大家知道 到最後暫緩 到最後出來道歉 你看到林鄭月娥 我覺得她正在捱 在這裡捱 捱到什麼時候呢 可能真的想捱到11 如果沒有大事發生 她就當事就完了 那就可以繼續 未來三年 未來三年 不停地掛在後邊 她和她團隊的人 好像未來一定沒事 十一對她來說也是一個死線 那你試想一下 現在 真是遍地開花 你看得到 各區有遊行 這星期 星期日 沙田就來了 本來跟著那星期是將軍澳 誰知道有些爭執 所以 將遊行推到7月28日 這是知極一 其他各區的連儂牆 真是遍地開花 我稍後回來詳細說 她認為 捱到11 過了安全期 就行了 本來7月1日是其中一個 供危期 11日是另一個供危期 過了之後就安全了 大家會不會覺得 真是到了11日 安全期 過了之後 我就這樣分析 現在 是 相對地比較平靜 在各區搞 但是 是另一個爆發的開始 是另一個累積力量的開始 為什麼這樣說呢 現在你看得到 上百萬人上街的情況 經過了6月6日之後 到7月1日好像降溫 但是你看得到政府 對民間的訴求 是一件都沒有答應 即使他 歸隱了那麼長的時間 在說過去的星期二 說壽終正寢也好 說那四個字也好 但是對那五大訴求 是一件都沒有答應 現在的人越來越生氣 越來越生氣 但是要慢慢累積力量 你試想一下 到11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70週年紀念 逢五逢十 是中國人的大慶 一定是大事要慶祝的日子 如果有 幾十萬 甚至上百萬人 上街 就用林鄭壽終正寢四個字 作為整個遊行的主導 主打 在習近平 看著習近平的眼淚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兩個一百年 共產黨成立了一百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一百年 到2049 中國稱霸世界 現在是70年了 還有30年 就可以達到民族復興的夢 通街都是受終正寢 在香港 對於 習主席來說 怎麼看呢 是否過了之後 就等於管治 就是這種 由 二百萬人上街 一百萬人上街 到遍地開花 又再累積力量 又再有 十萬二百萬計的人上街 你的管治是否能夠 安全順利地繼續下去呢 所以林鄭這種拖字決 似乎她在用 梁振英的招數 梁振英的招數 是七十九天 你七十九天就讓你在這裡坐 讓你在這裡佔領 但是我一點都不會答應你 放完催淚彈之後 我什麼都不做 有你在這裡 直到人們吵 民意逆轉 我才清場 但是這次和上次不同的地方 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 民意 即使在 那些勇武派 做完衝擊之後 沒有產生大的變化 仍然 和你非的人反而覺得 警方做得太過離譜 於是 站在年輕人那邊 民意和 這個七十九天的佔領 你看到是自然不同的 這一點 林鄭要搞清楚 第二 七十九天的佔領 確實是阻礙交通 阻礙人的日常生活 但是這次 沖完就散 沖完就散 基本上他日常生活沒有大影響 你可能封路封幾個小時 到天亮也可以開 那些人的反感沒有那麼強 而且也引來 那些警察完全失控地 去對付示威的群眾 就是說那個仇恨是越來越累積的 612那次 為什麼引來616那麼大規模的示威呢 就是因為警察那種 狂暴 去對付年輕人 打斷手腳 這次旺角的事件也是一樣 那些警察 是吧 警察真的失控了 竟然出來說 認L住我啦 赤丑阿娜 警察跟黑社會沒有什麼分別的時候 那些年輕人 跟警察那種仇恨 是越來越累積的 其實這也導致 這個群眾運動 一發不可收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林鄭的如意宣判 因為 喂 到了11 搞定了 高危已經過去了 就可以 繼續可以如常地去做 我覺得這個算盤 最後的結果也是打不響 好了 遍地開花的蓮農場 我覺得現在的情況 真的越來越危險 因為到社區 三三五惡 什麼人都有 譬如 舉個例子 很荒謬的情況出現了 在大埔 大埔隧道裏面 叫做連龍隧道 很多人貼他們的心聲 其實這個 貼心聲 其實是產生社會治療的作用 大家要明白 這是一個最和平的方法去表達 你對社會的不滿 對政府的不滿 對於逝去年輕生命的哀悼 是社會的社會的作用 在裡面 我認為 政府要多謝他們 多謝都來不及 如果他們連寫 連貼自己的心聲 都要被人破壞的話 他們的憤怒是無法消除的 所以各個社區的人 很熱衷去做這件事 有些年輕人在這裡 通宵大膽去保護 提防人去撕 其實特區政府應該多謝他們 在大埔 那隻抽歌 你認L住我出來的 那個 就被人貼了個人資料 在蓮蓉牆 最可笑的是 幾十個防暴警察 全副裝備 戴著頭盔 膝頭 手肘 整理保護裝置 戴著圓形的盾牌 我以為是拍戲 拍英雄片 我以為美國的英雄片 他做什麼呢 就是把這隻抽歌的個人資料 選擇了他拔出來 你找幾個PC去做已經可以了 如果要做的話 你怕別人反抗 我知道他怕別人反抗 他怕別人吵 都不用幾十個防暴警察 出來 滑稽 糊塗 荒謬 集於一身 牛頭角 就是另一宗 油塘的衝突出現了 我今天看到的影片 是牛頭角 也是一個年齡牆 年輕人去保護 有一個肥肥得得的 好像四十多歲 穿灰色T恤的一位叔叔 說要撕 年輕人出來阻止 他已經傷到 七十多歲的義工 年輕人要保護義工 出來阻止他 四十多歲的一位叔叔 揮拳去打 年輕人 打了十多拳 年輕人真的很厲害 站定定任他打 站定定任他打 打到嘴角出血了 一次都沒有還受 影片都已經出來了 樣子看得很清楚 後來警察到了 原來警察到了 之前就是 穿灰色的 這個肥佬 自動打電話報警 說我現在很害怕 被十多人圍住 警察到了 然後我不知道有沒有抓到 我看不清這段影片有沒有抓到這個人 被人打的年輕人 就要有救護車送他入院 這些衝突 譬如油堂也發生過 不停在社區發生衝突 做這個連儂牆 警方也都 毫無辦法 去阻止 那些地方的 你說那些惡勢力也好 不知什麼勢力 去撕毀這些東西 我不知是因為 這裡我看的 你有沒有問過我 搞這些 未必是完全是政治原因 政治原因當然有 你要不要保護他們 去做這個 衝突不停地出現 只會將仇恨增加 當仇恨增加 在地方零星發生的時候 最後最後 都會歸咎於政府 林鄭 你什麼都不要做 什麼都不用做 不用躲起來 不用去南亞島撤銷豬油 不通知 傳媒去採訪 你現在只想一件事 社會的衝突 社會的撕裂 年輕人的輕生 大規模的上街示威 然後衝擊政府的地方 唯一可以解決問題的人 只有林鄭 林鄭是否出來說 那五大訴求 其他那些你說很難的 什麼不告你 有兩件事是一定可以馬上做的 一點都不難 第一個就是撤回 這個修訂 第二個就是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既然你 壽終正寢都可以說了 The bill is that 都可以說了 為什麼不再撤回 我覺得你正式說撤回 我不知道時機有沒有過 我認為時機也不太適合 因為你爭論了那麼久也不肯撤回 但是起碼人們會被撤回 就像壓力煲 我也說過 那個罰子 你開了一部電影被人飛 電影出來 起碼做了第一 獨立調查委員會 李國能也有說 建制派都說不介意去做 調查所有的人 包括警察 包括示威的群眾 他們的物資從哪裡來的 有什麼問題呢 兩件事 連建制派都覺得無所謂 建制派都覺得你做吧 如果能夠解決社會的撕裂 因為他們想你做 因為現在沒完沒了 會影響到他們的利益 他們都是選舉產生的 這部份的人 是不是 現在 很多這些 追求民主的年輕人 在網上有很多辦法 例如不停衝擊 民建聯的街站 民建聯現在搞黨慶的活動 現在要退票 在酒樓那些 搞不成了 然後被人衝擊 你一天 林鄭不出來解決這個問題 不平息這個民憤 是連累到 建制派 他的選情 這個大家會清楚 心知肚明 是不是 建制派民建聯的心急過你呀 林鄭 你是不是想建制派死呢 你是不是臥底來的 是不是 有人說 懷疑他是臥底來的 因為他 家裡三個男人都是拿英國護照的 那是不是英國派來的 香港做特首要搞顏色革命出來呢 很多時候說笑地說 但是建制派比你更加急 比民主派更加急 民主派可能自己想 有你死 你繼續硬下去 然後遍地開花 遍地開花 越來越令香港市民生氣 令香港市民生氣 很心急希望林鄭 真是 確確實實 他將這個建制派 拯救於 水深火熱之中 你說死不死 他怎麼管下去 他以為過了這個十一就已經是安全 他癡心妄想 這件事一定是繼續蔓延下去 他不拿出這個誠意 推出這個辦法 香港 只會越來越差 我看看他有沒有足夠政治智慧 他還是沒有 他這兩個表現是完全失常 給我的感覺完全失常 是用常理解釋不到的 是否這件事對他衝擊大到 他連判斷能力 都已經是喪失了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這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這個PayPal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到數給我的 用Payme匯豐銀行的93315439 都可以轉到數 又或者你用這個 800通的好儀比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拍照也可以 如果你想寫劃線支票給我 就寫這個名字 不過不要再寄數碼 我已經改了地址 9為馬鞍山郵局郵箱 264號 你要我的銀行或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